民众党的英文官网标语写着 Vote White Vote Right IP跟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政党一样 涉及种族相当不妥 引发了不少的批评 民众党因此紧急下架 Vote White Vote Right 这是民众党英文官网上2024的宣传标语 要大家票投白色力量投给正确的人 看在外国人眼里却涉及种族争议被紧急下架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没回应 但驻台的美籍记者赫尔指出 民众党的口号和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政党的口号几乎一样 可以理解台湾的政党用颜色来代表 但民众党这口号对美国人来说还是比较敏感 民进党立委范宇也批评柯文哲凭什么参选 现代台湾多元民主的总统 对台湾的国际形象的一大伤害 柯文哲主席他如果日后还要再一次访美的话 那他这样子讲出了这样子投白人投右派这样的标语之后 他要怎么去面对美国的政要 尤其美国政要又是多种族的 就连知名网红百灵国news也说 民众党确定要这样写吗 不要后悔 引来民众党立委赖祥林留言 赖祥林甚至hitech前美国总统川普说 抱歉在这标注你 但有些民进党测译说你不敢这样说 只是这测译的英文也被纠错 又被讽刺在提油救火 Tag川普这部分 大概我们小编也有一点幽默 很多民间的高手都给我指正了 所以如果我们写的不是很妥事 我们在这里觉得说 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一点调整 针对小编用字不精准的部分 我们内部未来也会交由 这个外交背景出身的周台竹秘书长 以及他率领的国际书团队 来针对英文的相关内容 做比较严格的把关 该说是大意还是太没政治敏感度 小编的错再招来各种抨击 民众党跟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只能一起单 TVBS新闻 华少平爱招贤 李平宋佩文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好针对北流的议题 柯文哲先前喊出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认为 侯友宜如果也提出类似概念 只要战略正确也有机会吸到选票 详细分析交易作恒 好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又再多的抛出了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的这句话 其实他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就曾经这样讲过 不知道观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 而其实他现在剑指的 就是民进党的派系新潮流 我们看看他就说 现在北流北义的议题 打磕的谁都是新潮流的人 然后又提到说 像是监察院长前局 文化部长史哲 还有议员减舒培 他们都是新潮流的 也就是说赖清德身边围绕的 都还是新潮流的人 只是他现在这样的策略会奏效吗 前立委郭正亮就直言说 这个权力打新潮流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要为了选战后期 拿绿营内部的票 尤其是新潮流 过去在一些区域立委选举上 跟其他的派系 可能有一些恩怨 再加上新潮流 在民进党内 有被污名化的现象 那么郭正亮还提到说 韩国瑜其实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他当时也曾经质疑说 现在民进党是被整个新潮流 给架空了 那么侯友宜呢 他也认为说 因为形象上没有那么蓝 说不定他也有机会 可以拉到民进党的选票 国民党全代会上 侯友宜跟韩国瑜合体 看似又过了一关 但传出韩国瑜曾经和朱立伦会面 过程中直言 如果9月份侯友宜民调还没有起色 恐怕要备案 我们再把时间再作恒 好我们看到呢 韩国瑜在国民党的全代会上 他出席了 那国民党是上演了大团结戏嘛 可是最后韩国瑜的出席 其实呢 这说是经过了一番的转折 就有这个平面媒体就指出说 主要原因是因为韩国瑜 原本已经排定要出国了 那他其实现在呢 也不是党公职的身份 所以本来就没有义务 要出席全代会 更重要的是韩国瑜他也担心 如果他出席的全代会 如果当下有韩逢又再度高喊说 要他选总统的话 那似乎又要抢了侯友宜的风头了 那最后为什么韩国瑜会出席呢 就说我真正说服他的 其实是一位认识多年的教师 从理智着眼 最终让韩国瑜决定出席了 而韩国瑜呢 在全代会前 也和朱立伦曾经有沟通过 这内容是说 如果到了9月份这个时机点 侯友宜的民调 还是没有起色的话 那现在国民党也要出招了吗 因为站在政党轮替 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之下 国民党恐怕呢 就要有备案来做因应 而针对这样的内容 韩国瑜办公室是说 当下在全代会的时候 韩国瑜确实有强调说要来支持 党所提名的总统参选员 但是对于这篇所指涉的内容 没有回应 我们看到国民党张华议长谢典玲退党事件 他的政坛球友连胜文喊话 要党挽回外之外呢 还酸说新朋友不比老朋友实在 另外也把炮口对准了 侯办的执行长金普聪 直说请把凶狠恶毒的一面 对准民进党就好 在直播上大呛网友 不认党再被任何一方攻击了 因为联盛文苦恼的 还有囚友谢典玲宣布退党 希望我们党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组织单位 能够全力挽回 三代延续下来 绝对底约上他认识一些新朋友 新朋友可能很炫可能很酷 可是不会比我们这些老朋友 来得更实在 这话要酸的是郭台铭 只是党内立委还是不满 再呛挺郭的谢典玲 很多人讲说 郭董不一定会选 我觉得不要自欺欺人 因为如果你稍微 有一点点政治sense 你就知道郭董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一个参选的动作 因为这次谢家姐弟 在金普聪强势操盘下分道扬镳 要把损害控制在范围内 只是这金氏战法刀刃党内 也让马英九饱受质疑眼光 为了大局 所以我们愿意放下很多 我们心中的这种感受 他可能着急 但是骂多了 可能人家觉得 他是grumpy old man 那这个就不需要 这样就不好了 就把他凶狠恶毒的一面 去对民进党 在比较急 他比他以前是身段软很多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是并不嫌熟 或者他也不是很 知道里面的妹妹嘎嘎 喊话要紧小刀 炮口朝外 但侯友宜的选情 韩国瑜也急了 传出在723全大会前 韩朱两人密谈 韩国瑜指出 侯友宜因努力将支持度提到25% 若是在9月还是没起色 蓝军必须要有备案 且喊话朱立伦要有胜选方程式 还说会在大家有需要的时候站出来 只是韩半发声明表示没有回应 只要大家坚定步伐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团结所有力量 国民党老话一句要政党轮体 但看到侯的选情 党内不得不紧张 TVV新闻刘一辰年轩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政治焦点来关注的是 国民党总共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启程日本展开三天访问之旅 不过在出发的前一天深夜 曾表态挺郭的张化县议长谢点灵 却宣布退出国民党 对此侯友宜则说自己呢 很遗憾 但是他勇者无拒 不如日本国会殿堂 别着国旗勋章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拜访日华议员肯谈会 就连侯胞也受邀与会 虽然日华肯会长 谷龟斯因身体为样 没到场 但常年研究台湾政治的学者 小丽媛欣幸就亲自现身旁听 议员们非常关心的是两岸 目前紧张的情势 我特别跟议员说明 台湾安全 日本安心 房子这一天直奔国会 在那之前 东京妈祖庙 侯友宜也先来踩点 再拜 直立旁董事长詹德虚 明明才受任赖清德 日本信赖机友会顾问 却一路如影随形 甚至喊出会议一定要赢 预祝我们侯友以前人 能够高票当选 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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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愿意当侯市长的顾问吗 有邀请的话我当然 要支持谁 我要选的那一天 那一票投下去那一次 我就会自己决定 好不好 不可以软丁也是释出 最大善意 但国民党籍的 张华县议长谢点黎 先前表态 立顶郭台铭 如今又在此行之际 宣布退出蓝营 令人遗憾 我会坚定自己的步伐 勇者无惧 继续往前走 勇者无惧 要走 留不了你 TV月圈 崔中学会 日本东京采访报导 针对要不要参选 郭台铭态度 虽然持续暧昧 但该跑的行程 一个都没少 尤其勤跑蓝营基层 但北市议员 侯汉廷却认为 郭台铭似乎搞错重点 作合来告诉我们 好 确实对国民党来说 现在最大的隐忧就是 自家人还搞不定的状况 尤其是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看起来动作平平 最新的是在这个30号深夜 谢点玲丢出了震撼弹 说他退出国民党 可是注意到了吗 他的这个声明日期 写的是7月24号 也就是国民党全代会后的隔一天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时间 才PO出来呢 谢点玲证实说 他确实早就决定要退党了 但是郭台铭要他30号 才要发出来 那现在谢点玲的退党的 这个举动呢 也被解读说 就代表说 郭台铭一定会参选总统 对侯友宜来讲 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而且不止如此 因为下届的彰化县长选情 也恐怕要添变数 甚至是牵动下一届的议长选举 不过现在呢 这个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就说 看看郭台铭 他虽然动作很多 频频游走在蓝营的场子 可是他的参选正当性 是越来越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游走的这些场次 和地方装脚 都是国民党的场 那跑选战呢 这是搞错重点了 我也只是为了要维持 他的声量来图谋 未来谈判可以有更大的筹码 谢点灵昨天深夜丢出这个震撼蛋 提到为了身兼党副秘书长的姐姐谢一凤 不要让人见缝插针 所以宣布退出国民党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随即留言 党魂永存 而且还强调要一起努力 他今天直言 退党的时间是配合郭台铭 而姐姐谢一凤则透露 秘书长黄建廷有致电 希望照顾侯友离的立场 只是呢这场退场风波呢 也被视为是郭侯角力 首度谈免化 和郭台铭两人交头接耳一番 张华县长谢点灵 在这时早就策划好 要准备退党 他好多事情 我也好多事情啊 发先过海 哥先升为 31号深夜 谢点灵丢震撼蛋 说汉大姐 国民党立委谢一凤 虽然是一家人 但也是独立个体 不希望再让有心人 见缝插针的机会 暂且先离开栽培他的国民党 情感上无法继续 和国民党并肩作战 还是感到有些惆怅 最吊诡的是 底下声明日期压在7月24号 也就是国民党 全代会后的隔一天 随后郭台铭也在贴文底下留言 党籍或许不在 但是党魂永存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选在31号深夜 丢出震撼蛋 隔天没露面 留言报告行踪 原来前一天 他出现在这一场 毁灭性爆料的 付出演唱会 谢点灵脸书再度留言 说不好意思 半夜惊扰大家 昨晚和医师好友 去欣赏艺人 罗志祥的演唱会 还说好精彩 莫非是想化解一下 和姐姐的尴尬气氛 我的家人有劝过他 但是我的确 本人没有跟他说明 这样子就是 没有就是跟他做 以上的沟通 毕竟我是党部的主委 大家知道 整个群体就像是 一群羊群 我是牧 我是这个牧羊群 弟弟大动作 退党挺过 让姐姐实在难做人 而国民党中央 也早有准备 刚才助理教练 有打电话给我 那他希望 我的说法里面 的确要必须要特别的 照顾禁办 以及总统候选人的立场 谢点灵大动作退党 党中央强势立足 就连姐弟情也得放一边 怕的就是骨牌效应 得断绝任何引发出走潮的可能性 TVBS新闻 李宗泽 李作恒 李国阵 洪富华 台北采访报道 美专公司董座 陈宝林 控诉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 欠钱上千万 今天再次出面 号称有核弹级的爆料 对此郭伴表示 针对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 勿与回应 绝对不过要 不下去 累撒尽头 美专公司董事长 陈宝林 多次控诉 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 急欠千万为款 31号再出面 号称有核弹式爆料 我们会请中国大陆 借我们原子炸弹 我限于72小时 三天之内 请你的代理人 初步与我们谈论 再次喊话 要郭台铭出面讲清楚 并提到郭台铭 领了92亿的鼓励 但却对千万为款 一拖再拖 还要首次曝光 叔叔的亲笔公开信 陈宝林的商业头脑 让郭先生您赚了几兆 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是台湾受人敬重的生意人 现在陈宝林只是想拿回应有的报酬 洋洋洒洒一整篇都是不满陈宝林受委屈 但外界关心的保密合约内容却只字未提 同时陈宝林还指控曾心盈疑似找明媛朋友打电话警告 曾心盈小姐 我跟你没有仇恨 你怂恿借刀杀人 使用借刀杀人的名义 你请明媛打电话来警告我 郭台铭我警告你 如果踏出这边一步 被枪杀身亡 郭台铭 这绝对会引发世界大战 话讲完陈宝林突然火速转身离去 人就消失 留下现场错愕的媒体 让媒体无法提问 郭伴则表示 对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说法 无法回应 而外界也质疑 陈宝林号称有证据 为何不对郭董提告 又刚好选在外传 郭董可能会独立参选的敏感时机 再次出面爆料 没有解释 只留下更多问号 区别新闻连军品节台北传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